在刚才对认识辩证法的研究当中呢 我们已经讲了啊 就是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就是自然科学的 这样一个辩证发展图景的一个揭示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 它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撑 可以说是它的这个自然科学的重要资源 那么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这个研究 在这样一个研究领域里面 那么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 做出了哪些有新意的研究 就是恩格斯尽管这个自然辩证法 给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这样一个自然科学的材料 自然科学材料 但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不是把这些材料 仅仅把它们罗列出来 不是讲这些材料的事件 不是叙述它们的事件 它们的发生一个一个的罗列 而是讲这样一些材料和哲学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它以哲学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科学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恩格斯在对自然辩证法的领域 就是从哲学的观点看 恩格斯在这个领域做出了三点贡献 三点贡献 一个是讲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 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依据当时的地质学生物学提供的材料 说明了劳动对于人类形成的意义 那在这个地方就研究了人的形成问题 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个自为关键的问题 解决的自为关键问题 第二个就是它第三个就是提出了人的两次提升的思想 就是对自由概念的这样一个理解 什么是人的自由问题 什么是自由问题的一个理解 我们看一看 就是恩格斯它是怎么认述这个问题的 首先我们看一看 恩格斯认述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 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 在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上 恩格斯主要是 离足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揭示了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 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一个方面呢 它肯定了自然科学对于哲学产生和变革的意义 它认为它说自然科学 尤其是现代自然科学 它说曾经起过全面变革历史的作用 这是什么意思啊 它说强调自然科学首先起过全面变革历史的作用 这一点思想啊 就是说自然科学带来整个社会的变化 这个可以说是马克斯和恩格斯共同的思想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这个 马克斯的思想的时候 我们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讲了恩格斯在颂扬马克斯的 这样一个贡献的时候 除了讲他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发现之后 他还讲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马克斯对自然科学革命 所带来的这个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视 是吧 我们当时讲了 就是当时的这个自然科学家们 他们看到自然科学 重视自然科学革命的 是看到自然科学的进步 对于人类思维的变化 对于自然科学本身所带来的变化 也就是他对理论发展所带来的变化 却没有看到自然科学 对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 而看到科学技术的进步 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揭示自然科学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 这是马克斯和恩格斯的一个重要思想 一个重要思想 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发现 所以恩格斯这个思想 就是恩格斯在赞扬马斯的这个思想的时候 他实际上自己在自然变成法里面 已经做了一个考察 那就说这个思想在他那儿不是一句空话 不是一句空话 而是根据他的这样一个考察 首先他就考察了 他说从自然科学自身开始的 他说这个变革啊 首先从自然科学本身开始 他说比方说哥白尼著作的出版就把自然科学 从中世纪的神学里面解放出来了 那么就变成了独立的科学 就是他描述这个过程啊 那也就是说什么 自然科学的独立 在这个之前 在中世纪是没有独立的自然科学的 就是自然科学它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这样一个学科 它只是一个这个个人的一个职业爱好 它只是一个个人的爱好 它不是一种职业 那么你自然科学只有独立出来了 你才会有什么 才会有科学家 才会有科学家 他才变成了一种职业之后 他才是科学家 否则他只是一个个人的爱好 所以恩格斯就分析 他说哥白尼的著作出版 就把自然科学从中世纪的神学当中出来了 独立出来 解放出来 就变成了科学 变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 那么这样一个科学呢 就引起了哲学人类思维以及各个领域的这样一个变革 而这个变革呢 就是文艺复兴 就是文艺复兴 那么文艺复兴呢又什么 产生出了新的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 也就是这个形态呢就是恩格斯开阔的 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现代社会 就是什么 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产生 文艺复兴 它的口号是什么 其中有一个用科学啊 批判这个封建蒙昧 是吧 有理性啊 批判这个宗教 一个是用理性批判宗教 一个是用科学批判这个封建蒙昧 所以实际上什么科学和理性 是文艺复兴的两大棋子 那么其中的可以说这样一个 理性它是建立在什么 自然科学的基础上 所以整个这个近代社会的发展 现代社会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 发展就是建立在自然科学 变革的这样一个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所以呢 恩格斯在就是在这个意思 恩格斯就说 他说自然研究 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发展中 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变化所带来的 就是一个社会的变化 自然科学独立 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革命 在这个中世纪 所有的 不管是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形态 都是重属于宗教的 都是重属于宗教的 而自然科学的独立呢 使这个自然科学 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也好 作为人的理性形式也好 它首先和宗教区分开来了 和宗教区分开来 所以从这个新的社会形态 就从自然科学和宗教的这种分离当中 产生出来了 产生出来 这个近代哲学家 尽管他在不断地探讨宗教和自然的关系问题 总是想在这两个当中达到一种一致性 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问题 因为这个宗教呢 它不管怎么样探讨人的精神的问题 而自然科学呢 给予了人的一种 这种 这个 人自身的一种解放 一种世俗的东西 可以说 你世俗的世界 世俗的世界是由科学揭示出来的 而人的精神的这种世界呢 可以说它是由宗教揭示出来的 所以人们要探讨世俗世界 和你的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人们就会探讨 自然科学和宗教之间的这个关系 为什么这个近代哲学会讨论 灵柔关系问题 就是我们的灵魂和肉体的关系问题 为什么会成为基本问题 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个分离的过程 反映了这个社会形态的分离过程 科学和这个宗教的这样一个分离的过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恩格斯说 自然科学的独立 它本身就是革命的 它本身就是革命的 就是这样一个含义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它又强调 近代自然科学 要突破经验研究的水平 走向理论科学的道路 就必须学习和掌握哲学 就说你自然科学啊 它随着这个 它自身的发展 它一定要上升为它的理论形式 它的理论形式 要获得它理论形式 你只有这个自然科学 只有获得了理论的形式 那么它才能揭示这个科学之间的 这样一个联系 科学之间的联系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恩格斯就强调 说自然科学本身 它要成为一种理论 它需要哲学 它需要哲学 所以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呢 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 就建立起了内在的联系 这样一个内在联系呢 就要求这一个时期的 每一个哲学家 都必须关心和精通 自然科学的成就 那么你才能够了解这个时代 建立时代的思维形式 建立时代的思维形式 同样的也强制这个时期的 每一个自然科学家 都必须学习和精通 这一时期的哲学 才能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 才能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 所以恩格斯他就说了一个很精彩的话 就是讲这个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 科学家对哲学的这样一种需要 和哲学家对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需要 他说现今的自然研究家 不论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的 被迫关心理论上的一般结论 同样每个从事理论研究的人 也不可抗拒的被迫接收 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 这里出现了某种相辅相成现象 如果说理论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是半通 那么今天的自然研究家 在理论的领域中 在直到今天还被称为哲学的领域中 实际上也是个半通 也是个半通 就强调啊 就是说这个在现在的自然科学这个领域 和这个哲学领域里面呢 就是说都需要啊 它有一种这个相互的这样一个沟通性 就是说科学啊 自然科学家呢 要了解哲学 也需要自然科学 你不能是一个半通 就是说现在呢 还没有达到这个互相之间呢 还没有达到一种这种 就是说精通的这样一个程度 精通的这样一个程度 这是恩格斯啊 对当时的这样一个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强调 那么这个强调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前面的 我们在讲恩格斯早期思想特点的时候 是不是强调了 就是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关注 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所以他始终强调啊 他不强调 是科学 科学工业 自然科学和工业 对于人类社会变革的这样一个意义 就是说历史啊 应该到这个工业里面 商业里面去寻找 强调这个科学技术的变革 对社会的这样一个变革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马克斯恩格斯的思想是一种理性的 他的思想啊是理性的 本质上是理性的 他的辩证法是理性的 那么这样一个理性呢 它不是来自于那种思辨的东西 而是来自于对自然科学和这个工业这样一些理性经济学 这样一些理性学科的一种开阔 一种开阔 这是就这个科学和哲学的关系来说的 那么在这个强调这个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当中啊 就是我们强调的一点啊 就是说哲学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这个意义 哲学啊 在这个里面啊 恩格斯特别强调了哲学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意义 他说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 因而在每一研究领域中 系统的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 简直成了不可推卸的工作 同样在各个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 这也是不可推卸的 于是自然科学便走上了理论领域 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 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 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 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 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 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 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 那么这个地方啊 恩格斯也强调了自然科学为什么需要哲学 因为哲学本身是理论的 它可以给予自然科学家一种思维的训练 所以这个一个人的理论思维啊 恩格斯说它是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 但是这种素质呢 不是说我是天生带来的 而是什么 它是可以培养的 可以培养 而这个人的理论素质的提高和他的培养 依靠什么呢 是哲学 是哲学 这就说明了这个哲学的这样一个功能 和对自然科学的意义 当然这个 它既然是对人的素质的培养 那不仅仅是对自然科学家是有用的 可以说对每个人都是有用的 只要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具有理性素质的人啊 那么他就应该学习哲学 这是强调的这个哲学方面啊 那么怎么学习哲学呢 恩格斯说啊 这个自然科学学习哲学啊 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呢 要学习和把握时代的最高思维形式 把握这个时代的最高思维形式 这是一个啊 也就是说 要把这个思维形式啊 理解为一门历史的科学 历史科学 这是一个 那最高形式也是说 你要研究最新的这个自然科学成就 最新的自然科学 第二个呢 就是要学习和了解哲学史 第二个要学习和了解哲学史 恩 这个为什么说要学习和了解哲学史 这个啊 其实和这个 整个西方哲学是有关系的 就是西方哲学的一个特点啊 就是它很多这个 这个科学的思想啊 是从哲学里面产生出来的 是从哲学 比方说这个原子论 那么原子论的最早是在古代 因为这个最早的 这个西方哲学的这个转型过程当中 转型过程 我们说西方哲学创立是什么 它是用这个理性战胜的神话 理性战胜的神话 取代神话 然后建立了一种理性思维 而这个理性思维什么 它一开始就和自然科学相联系的 和自然科学相联系的 比方我们说最早的那个泰勒斯 他讲水是吧 那个水是什么 它是通过这个自然科学的研究 赫拉凯利特讲火 就是他都是从什么 这个对自然科学的观察 就是用一些 当然那个时候还谈不上是一种理论的自然科学啊 就带有相当的经验性质 但是呢这个从自然科学 吸取一种理智 吸取这个形成一个理论的这样一个思维 然后来这个取代这样一个宗教神话 原始的宗教和神话 这个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正是借助这种理论思维 所以他才会把这个到巴明尼德那儿 他才会把这个泥河多 这个把它区分开来 形而上和形而下 才把它区分开了 存在与非存在 他借助这种 因为这个科学的理性思维 他是把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 他是绝对把它 哪怕是经验科学 他也要把它区分出来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比方说最早的经验科学 他可能对这个食物 他并不清楚 这个特性他并不清楚 但是他可以分出什么 哪些植物是有毒的 是不能吃的 哪些植物是没毒的 是可以吃的 哪些植物是有什么营养的 这个什么 靠着他的科学的经验 那么这样一个 当他说有毒和无毒的时候 实际上他已经把握了 这个植物本身的一个特性了 一个特性了 所以哪怕是最简单的 这样一个思维 都给予了人们一种 理性的这样一个思维形式 所以西方哲学 在最开始 它和自然科学相联系 发展起来的时候 它会提出各种各样 看于萌芽 关于以后科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所以最早的 我们比方说 在德莫科尼特努尔 他提出原子论 那么原子论的真正的研究 它实际上是什么 在近代哲学里面 他才发展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恩克斯就 他就是针对这样一个 这个西方哲学的 这样一个特点 一个特点 所以他说 这个科学家 如果要是缺乏 对哲学史的认识了 那么你就不可能 这个有很高的发现 他举了例子 他比方说 笛卡尔曾经就提出了 能量守恒的这样一个定律 那就说 是19世纪 这样一个定律 那么古希腊的原子论的思想 对近代科学 发现原子和分子都有意义 所以如果你这个科学家 你不了解哲学史 你不重视哲学史 你就会走很多的弯路 就不能从哲学史当中 吸取自己所要得到的 这样一个启示 而相反的 如果你学习了哲学史 你就可以从当中 得到很多的启示 很多的启示 在这个地方 我们讲的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实际上 我们开始讲的是一个 西方哲学史 讲了西方哲学史 因为西方哲学史 本身就和自然科学 始终保持着 十分密切的联系 在古代哲学是这样 在近代哲学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 它的这个近代的哲学 我们看到 它直接就是从 自然科学里面 发展起来的 很多就是用了 自然科学的方法 比方说迪卡尔用的 这个几何学方法 它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 莱布里茲在强调 这个单子论的时候 他用的是什么 维基分的方法 虽然他们 他好像这个 他不同意 这个迪卡尔的哲学 带有很大的 这样一个辩证性 但他的辩证法呢 不是来自于 一种思辨的辩证法 而是和他的这样一个 和他的这个维基分的 这样一个发现 它是相联系的 就是还是建立在这个 数学的基础上 或者说建立在这个 物理学的这样一个基础上 所以它和这个 整个这个西方哲学 和自然科学 保持着十分密切的 这样一个联系 你以后来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哲学的 这个思维形式 你们研究这个 科学哲学 可能上了这个 西方哲学史 特别是 现在西方哲学的课 然后我们讲的 这个概率论 讲的概率论 和这个相对性的 一个思维形式 分析的方法 那么它都是和什么 和这个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 这个物理学的 这个发现 它是有很密切的 关系的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 很多这样一些 这个思维方法 它有些呢 也是从这个 生命科学里面 提出来的 所以在整个 这个西方的 这样一个 哲学史当中 这个自然科学 和这个哲学呢 是有着非常 密切的关系 所以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 恩格斯说 它说这个哲学家 自然科学家 要了解哲学的时候 学习哲学 除了学习这个 现代思维形式 最高的思维形式 了解最高的 思维形式以外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要学习哲学史 需要学习哲学史 这是这个 恩格斯啊 讲的哲学 和科学的关系问题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恩格斯啊 特别提出了一个 就是我们经常引用的 一个很经典的观点 他说一个民族 想要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 究竟是不能离开 理论思维的 可是正当自然过程的 辩证性质 以不可抗拒的力量 迫使人们接受它 因而只有辩证法 能够帮助自然科学 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 人们却把辩证法随同 黑格尔一起 抛进了大海 因而又无可奈何地 陷入了形而上学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恩格斯呢 就强调了 自然科学 对哲学的需要 就是说一个哲学 对一个民族发展的 特别是对他们的 这个智能科学发展的 这样一个意义 这样科学发展的意义 这是恩格斯讲的 这个哲学和科学关系的 这个第一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